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卖家都知道亚马逊是一个玩流量的市场 在内CPC,促销,关键词获得流量 在外YouTube,Deal我网的引流 这些亚马逊卖家都耳熟能详了 殊不知里面有很多坑 它根本带动不了流量 只会浪费你的金钱和精力 站内流量的坑腰点CPC2 促销3,关键词建议 1,亚马逊站内捆绑促销没有多大作用 比如设置买一送一折扣 外国人很少点击 他们宁可买两个 2,Dealway活动也是没有很大意义 很多卖家清测,效果不是很好 所以真正靠谱的站内流量只有CPC和关键词 CPC误区 1,曝光高 CTR不够高 通常情况 1,词不够精准 2,手图不行 3,价格 2,有了点击率 没有转化率 90%场景图有问题 顾客买不买你的产品主要取决于场景图 场景图重要性 第五点重要 分享关键词打法 1,初级从标题选关键词把同行的标题摘出来 把关键词一个个放到亚马逊收看热度 热度高的放tewords前面 缺陷 全站在卖家角度寻找关键词 2,终极玩法 看库存销量把初级做法找到的关键词热度排序 例如ABCD 然后再把关键词放入库存销量工具查询 看每个词的销量 你会发现顺序完全打乱了 这时就把销量最大的词放在前边 案例分享 亚马逊卖家打造成功产品 有一个必做的动作 刷单 然而老师就想测试 没有刷单 不做广告 亚马逊会给多少流量 花了一个月时间 有了下面的结论 案例 选了一款宠物用品 产品发FDA 定价不高 但还有一定的毛利 小于30% 把产品图片做完美 Listing编写完美 产品FDA上架 开始销售 一个月以后 发现没有刷单 没有广告 最高订单 27单 然后再也突破不了 所以想做一款BS产品 刷单 广告甚至一些黑科技 那都是必须手段 产品红利7N产品定价 产品红利7 亚马逊新品都有一个红利7 二至四周 切记 有了Listing发货过去 中间就要优化成完美Listing 从产品开始销售 就已经进入红利7 所以一定要获到FDA仓库 再去销售 误区 一 Listing上架 以后先自发货卖着 而且慢慢优化Listing 有了单量 急着发FDA 然而却没有单了 因为你没有完美Listing 还耽误了红利7 二至四周红利7指的是 如果你的产品 两周红利7做得不错 亚马逊会给你到四周 产品定价 站内流量定价很重要 亚马逊卖家基本达三档定价方式 一 A档有30%的毛利 B档有毛利但是不高 C档不赚钱不赔本 A档产品做起来先男后一 LD会赚钱 建议产品很优质 有相当多经验和实力的卖家 采用A档定价 B档 卡在中间不建议做 有着A档和C档的优点和缺点 C档产品不是很优质 资历平平的卖家 可以采用C档定价 实操分析Listing 图片主图场景图 这是一款儿童做蛋糕 烘培的工具 分析此Listing 缺点 一 手图凌乱 不清楚卖什么 是的还是玩具 二 场景图有误导 会觉得是卖玩具 改进思路 一 主图不放盒子 销售工具放在左上为子 占据大部分面积 右下加一点点 做出来的食品 用圆框框起来 二 主图多加图标 例如FDA BCO BTA Free等如图 但是有一定风险 如果你的产品 确实没有这些认证 当产品做上去时 你的对手会搞你 利用这个漏洞来恶搞你 三 场景图的制作 要有代入感 卖家一定要确定产品目标客户 例如这款产品的目标客户就是小孩的父母 体现这个产品可以培养父母交流 让孩子快乐 保持页面活跃度Listing稳定在20左右 就不要大概Listing了 轻微改一下价格正负2美金还是正常的 那保持Listing的活跃 只有一个页面 那就是Q&A板块 而且亚马逊并没有抓Q&A 建议 一 问题中要有关键词 二 回答中也有关键词 三 最好不要自问自打 四 一天一至二个Q&A 虽然Search Term 只有250个Keywords可以写 但是你可以把更多的关键词全放入Q&A 增加很多在内流量 1 1 1 2